好 歡迎大家收看 我是小弟琴手 葉小熙 今集會繼續和大家看看Suzuki裏面的練習 但在未講之前想問一下各位 什麼叫做靚聲 怎樣為靚的聲 靚聲有沒有定義的呢 如果我們看看Suzuki第一冊裏面 很早已經有一個英文字叫做Tonalization 如果大家看看開頭幾版已經看到這個字 Tonalization的中文解釋就是 認出 辨別 和真的可以拉得出靚的聲音 這個能力其實是要由開始學小弟琴 或者開始你彈某一件樂器已經要 已經要以這個為目標 你未必可以一下子去辨別或者去做得到靚的聲音 但是你要整天問自己 到底我現在彈的聲音或者拉的聲音出來 算不算靚呢 雖然你說靚的真是很主觀 但是有時候都是很直接的 譬如你如果拉一些很刺耳 或者用很多力的音的話 那那個一定不會是靚的聲 如果你張之公是壓得很實的話 你聽到有這樣的聲音 這些不是靚的聲音 或者如果反過來過輕的話 那這個絕對不會是靚的聲音 那所以 如果你多點問自己 其實慢慢你會提高你分辨靚聲的能力 如果你問我靚聲最簡單的定義 或者解釋是什麼呢 我覺得就是兩個字和諧 如果你以和諧這一樣為目標的話 慢慢你就會找得到你心目中的靚聲 細聲可以有細聲的和諧 大聲也可以有大聲的和諧 大聲的和諧其實就是找出你那個琴 你那個樂器能夠做到的最大的聲音 而仍然是屬於好聽的 然後如果譬如拔弦都好 拔弦都可以有靚的聲音 到底這樣的拔弦是否靚的聲音 還是這樣又再好些呢 即是剛剛欺負到好處 不會過多或者過少 就算我們拉一個空弦都好 怎樣是和諧的音色呢 其實就是很平和 聽完之後你聽到這個音 你不會覺得是很刺耳 如果大家看一下 all come little children之後 就開始有tonalization的了 還有它說叫我們聽一下 拔完弦之後 它 調弦繼續響的那些音色 我覺得這件事是Suzuki這本琴書 是幾特別的 它不只是教我們 究竟這些音符是怎樣按 或者是這些音準在哪裡 或者這些節奏是怎樣拉 或者是幾快幾慢 它不是這樣 它是嘗試用另外一個角度去 去令我們早些去明白 或者去欣賞 或者去明白這件樂器 如果它響的時候 到底它是怎樣響 不是說我們要去到五級 或者是去到多少級 然後才明白的 即是靚這件事是 就是只要我們稍為給點時間 細心去聽一下 比較一下 的時候你自然會慢慢知道 怎樣為之是和諧的音色 接下來我會拉兩首歌 就是May Song 跟著那首跟著那版的Alegro 我不知道大家用的版本 第一個小節每個一拍 上面是有Staccato的 Staccato Staccato是怎樣去做到漂亮的聲音 我有一個video是講Staccato 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按上去 右上角 我想在這裡 右上角的link 裡面我講Staccato 有一個小節 還有一個小節 有一些小節 可以按照 一些小節 有些小節 是 有些小節 就是 有些小節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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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